中秋小长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中秋长假不知道您在哪儿赏着月呢 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 在这月满人和的好时节 无论是回家团圆与亲朋出游 我想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根据今年这个中秋假期的统计 越来越多人趁着中秋小长假和家出门旅游 在旅途当中团圆赏月 作为中秋十大人气船的厦门陆江夜游 就迎来了八方来客 全国各地的夜经济也都借着中秋赏月被激活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死时 中秋夜晚上八点多 一轮明镜的圆月挂在夜空 陆江两岸华灯映照 陆江道一侧车水马龙 而另一侧的鼓浪雨显得静谧闲适 在一艘防鼓游船上 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和迷人的厦门夜色 一起合影留念 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 在中秋之夜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赏月 觉得这个体验怎么样 非常美 非常棒 月亮很圆 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很美 厦门太美了 在厦门过中秋 怎么能少了薄饼 叮叮当当的骰子声响个不停 月光皎洁 海风轻浮 乘着船在这陆江之上薄饼 也是别有一番趣味 不光是厦门 全国各地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赏明月 庆中秋 中秋夜 北京原博园举行了2019年 卢沟小月中华圆梦中秋文艺演出 多场卢沟小月中秋文化活动同步开启 卢沟桥 宛平城地区的景区灯光全部打开 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中秋节前夕 在位于辽宁盘景的辽和湿地公园里 128组大型花灯点亮了城市的夜空 这次灯会的主题是灯水交融 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赏灯看景 还能一起猜灯迷 吃月饼 看演出 来度过这个美丽的团圆之夜 这个中秋 位于安徽一县的西地古村落 首次在晚间开门迎客 一场主题为 月里灰香传奇西地的灯光秀 给有着千年历史的灰州古村落 带来全新变化 通过艺术亮化 灰派建筑呈现出别样的韵味 而3D投影技术 则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牌楼 古民居动了起来 我觉得是很惊喜 很震撼 而在昆明世博园的双节灯会上 万盏彩灯点亮夜空 传统文化题材彩灯 以及各种云南民俗主题彩灯精品 为春成中秋的夜晚 增添了绚丽和缤纷 澳门举办的中秋园游晚会 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 活动现场准备了精致的兔子灯笼 送给小朋友们 还有美味的应节小吃 浪漫欢快的音乐表演 一年一度的澳门国际烟花会演 也在中秋节这天安排了演出 南湾湖畔 一轮明月伴随着绚烂的烟花 将节日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据了解 为了避开暑期十一客流高峰 今年更多人选择中秋出行 一些热门的赏乐酒店 赏乐餐厅更是预定走鞘 一些主题乐园 古镇等推出的中秋赏乐 及庆祝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提前预定门票 大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期间 最受欢迎的两类夜游体验 是演艺项目和夜游船 其中夜游船的火爆 让重庆 广州 杭州 以及我们厦门等 拥有江湖海类旅游资源的城市 在中秋迎来出游高峰 北京 西安 开封等 历史文化名城的夜景 同样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另外 各类国潮风格的商品 以及服务 纷纷登陆中秋节市场 给中秋节夜间消费经济 带来了新的风潮 今年以来 夜经济成为舆论热词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夜经济成为国家层面 促进消费的20条意见之一 专家表示 在相关部委和地方夜经济 利好政策的推动下 一批丰富多样的 夜间休闲娱乐场所开始出现 城市夜间灯光景观 更具吸引力 一定程度上 使得中秋旅游产品 更加多元化 好 接下来是新闻观察 来到眼不听的观察员 是郎利斐先生 你好 利斐 你好 丁家 夜经济 这无疑是最近曝光率 颇高的一个词 大家都很熟悉了 甚至有的城市 还诞生了很多新的名词 或者新的职位 比如有的城市 还设立了什么夜间区长 甚至还招聘夜生活 首席执行官等等 这夜经济热络的背后 折射出什么 你怎么看这件事 的确 其实这个中秋 我们除了谈赏月以外 很多的媒体 大家都在关注的 就是哪个城市的夜经济 搞得比较好 而且最近国务院也发文 要求发展夜经济 所以为什么夜经济 现在突然引起 大家的一个纵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提升消费的 一个非常有利的手段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城市亮起来 这个提法的话 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比如说咱们改革开放初期 其实这个城市的 这个消费能力的提升 很多城市都是从 这个商业街的亮起来开始 比如说当年的 上海提出来说 让南京路亮起来 北京说让这个 王湖景亮起来 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 世界上大家很多 经济学界公认的 一个标准 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现在有一个 叫做卫星的灯光图 就是经济学家 经常发现这个图 这个图最早出现 就是197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气象卫星 装了一个新的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呢 它可以把这个灯光 进行一个放大 然后呢 所以就让这个 居民区的灯光 能够在这个 卫星图上出现 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图 然后来分析 对比这个世界经济版图 跟这个灯光的亮度图 大家发现 非常非常的切合 也就是说 越亮的地方 经济发展就越快 这么相关 一直到现在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 依然用这个来做 因为很多经济学家说 你数据可以造假 但是你这个灯光 包括像我们经常 原来说的发电量 这种你是造不了假的 比如说最近就有 国外一直在谈 这个我们中国的 GDP的增长这个幅度 大家有没有水分 这个问题争论很久 但有一些经济学家 就说 他看这个灯光图 分析三十多年来 中国这个城市的 这个亮度图的话 他觉得中国的 这个GDP的增速 基本上还是符合 这个亮度值的 甚至我们的灯光亮度值 什么都超过了 我们现在公布的这个数据 所以有人就说 中国的GDP 可能没有像大家想的 这样的说是虚高 反而还估计不足 这比如说 一带一路出来以后 也有经济学家 就把这个沿线 一带一路 国家的这个灯光的亮度 拿来分析说 的确他们受益了 因为他们的灯光亮起来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夜经济 实际上就是一个 新型的一个消费升级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消费能力 最强的这帮人 就是这些夜猫子这个群体 而且我们现在大量的 这个夜晚的这个消费 都在进行一个 正在一个升级的过程中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城市出台了 非常多的一些政策 所以从这个某种意义上讲 大家关注夜经济 就是想再一步 进一步的促进消费 目前对于中国现有的 这个各个城市来讲 拉动夜经济 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面临的 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咱们其实这个夜经济 也很多城市也起起伏伏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 我们到每个城市 都会有那种非常热闹 大排档那种时机 但这两年反而有些城市少了 比如说厦门 现在大排档就少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这里面 有很多的具体问题 比如说首先是治安问题 对吧 你晚上很多人喝多了酒 可能就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另外呢 比如说环境污染 噪音污染 特别是现在一些 设在居民区的这样的一些 夜里面的夜市 可能就会大家慢慢就会 让有很多居民投诉 所以的确现在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细节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去搞清楚 然后大家协调好 比如说怎么样去提升 这个夜经济的这个质量 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 是一个升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谈到夜经济 大多数人马上想到就是夜市 就是小吃 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夜经济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公认的 在一些比较优质的城市里面 在晚上七点到九点 这个叫做观影时间 观看时间 或者说是一个 观欣赏艺术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 就需要你有很多的 大家可以看的东西 比如说你有些 特别是精华的演出 有这样的东西 像这些东西 咱们回头说 像厦门的确是比较欠缺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城市 你去了以后 都有那种 就游客必看的那些大型演出 我们厦门虽然也有 但是好像跟其他城市比 比如说你跟杭州比 甚至跟丽江比 真的我们缺少这样的 就是有非常有号召力的 这样的大型演出 视觉盛宴 对 哪怕你跟武夷山的那个比 你看都有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方面 恰恰是我们要提升的地方 当然还有一些 因为现在的夜经济 它丰富多彩以后 它需要的 有些不一定是大众世俗 可能有很多是小众 比如说各种的酒吧 比如说精疲的那种吧 比如说那种 各种各样的那种细节的东西 包括一些 甚至一些学习的地方 动手的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 我觉得都可以 让我们的城市 有很大的这样的 一个夜经济的提升空间 好 谢谢一斐的观察和点评